大家好,欢迎继续观看Node.js之消息服务器开发 那么这里呢,我们就来到这一系列课程的第八讲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八讲会讲些什么内容 在说第八讲之前呢,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第七讲的一个内容 在上一节课里面的话,我们主要是说什么呢 说的是Sorti.io里面的一个自定义事件 然后首先呢,我们是提到这个Sorti.io制作用户认证 通过这个Hardshake这样一个东西来获取我们的Cookie这些数据 然后呢,就可以做到一个用户的认证 然后第二个呢,是如何来使用这个Sorti.io的Connect.js 通过它呢,我们来就可以连接到我们的Sorti.ioSaver 第三个呢,是通过Send和Message这两个 一个实践和一个方法来实现跨浏览器的这样一个WebSocket 第四个呢,是Sorti.io的一个事件的一个通信 它的通信呢,是基于我们的一个事件的一个调用和触发和监听的来实现的 所以呢,我们的一个数据的交互就是说调用事件 就是触发事件或者说监听事件这种方式来做到的 好,那么这呢,是我们上一节课的内容 这节课呢,主要的内容是消息的广播与私聊 这节课呢,将和下节课一起来实现一个可以聊天的这样一个聊天服务器 就是说我们基于网页的一个聊天服务器 就是说一个聊天室 好,那么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下这节课的一个内容 这节课呢,主要是说我们的消息广播与私聊 想一下,当我们在做聊天室这样一个这种系统的时候 我们首先的话需要考虑一下如何来分发消息 比如说,针对也就是所谓的这个群发 那这个呢,就称之为消息广播 然后呢,我们可以私聊 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也就是点对点的这样一种方式了 但是在web下的话,我们这边呢,是没有做点对点这种做法的 因为我们的web之间不能够直接进行通信 所以呢,我们是通过connectsaver,然后savertoconnect这种方式去实现的 好,首先呢,我们来看这节课的第一个大要点 也就是我们的聊天室的一个UI的一个实现 这个UI的话,我们为了让它很容易实现 而且比较美观 那我们选用了pleasedrop这样一个酷 那这里呢,这个不是它的一个官网 但是是可以看的一个参考文档 非常不错 好,那我们就先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把这个聊天室的UI 先给实现出来 好,我们现在代码这儿去 这个呢,我们还是先把上次的一个内容先给跑起来 好,跑起来之后的话,我们就可以接着这边来写了 既然我们是要写界面 很明显我们是在这个public这样一个目录下去写 同时呢,我们要使用我们的这个pleasedrop这些东西 那很明显,我们需要先引入它 那怎么引入呢,public 这里我们创建一个assists 就是我们的资源文件 这个资源文件的话,就会包含我们的一些需要的一些插件 这里呢,我已经准备好了 一个是gquery,这里面我用的是2.2.2这个版本 然后呢,splitdrop,这个呢是3.3.5这样一个版本 所以我们把这两个文件复制过来 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一个资源文件就已经处理好了 那我们要在这边用一个怎么用呢 首先我们是要把这个样式给引入 好,输入link 这个样式在哪呢,assists 然后呢,publicdrop 好,在这里面,所以说我们要把它引入进来 好,除了我们的这个样,这个东西的话 我们还需要引入什么呢 当然,是我们的脚本 引入的脚本就需要有我们的bustdrop这个东西 当然 我们可以先跑起来看一下它现在是什么情况 好,出来了,有这样一个结果 但是实际上呢,它看一下,bustdrop它呢是 它的js呢,是需要jquery的 所以呢,我们要提供jquery这个东西 注意了,这个有依赖关系 所以呢,我们要在它之前进行加载 好,现在我们再来刷一下 OK,没问题了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 关于UI的第一步引入我们的这些内容 第二步呢,就是怎么做什么呢 我们来实现我们的这个简单的一个UI 但是在publicdrop里面呢,我们用的是container 这样一个大标签把它包起来 这样的一个效果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 给它设置一个border 就可以看到 好,看一下 就是这么一个区域的内容 之后的话,我们就要在内部来做 既然是一个聊天室 我们一般用做成什么样子呢 聊天室的话,首先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窗口 然后呢,我们要怎么做呢 左侧一个用户信息的一个编栏 然后右边呢,是我们的一个聊天器的一个界面 然后,我们把左侧再可它分成两栏 分什么呢 这个呢,是我们的UserInfo 然后这个地方是什么呢 UserList 其实叫AlignUserList 好,那这个呢就是什么呢 Content 大概的话,我们的一个 Ui就是这个样子的这个结构 那我们怎么来实现这样一个结构呢 看一下 首先是左右分栏 那么在borderstrap里面就是我们的 先用raw 然后呢 来设置我们的左边栏 左边栏 好,当然就是我们的标准的布局了 好,再三份 然后我们的右边栏的话 因为我们是12格子的三格化布局 那我们 那我们 左边已经用了的话 已经用了三格的话 右边 很明显就是我们的 九格 这样子看不出来 我们这儿打几个字 这里也打几个字 好,可以很明显就可以看得出来有这样一些内容了 好,接下来的话我们就会再实现什么呢 看一下我们需要的图 右边info 这一个块 还有下面有一个块 那这两个块 我们应该怎么来做呢 这里的话我采用pander这种做法来做 pander panderdanger ok 这里面的话就是我们的pander 黑顶 这个地方怎么 这个 是怎么出来的可能大家有 有一点疑惑 这个呢其实是VSCode里面的一个 encoding这样一个插件 其实它是自带的时候 就是说当我们输入这些字符 然后按table键的时候 它就会出来我们相应对应的一个内容 这个颜色 我们用info info要浅一些 好,同样的 这个地方就应该是什么呢 用了info 当然除了它 我们还有什么呢 还有pander body 好,这就是我们第一个pander 看起来就长这个样子 然后第二个pander又是怎么样子的呢 同样的 在我们这个这个左边栏里面 我们有 userinfo 这个pander 当然 当然 也会有我们的什么呢 userinfo 我们换一个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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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我们左侧的一个边栏就好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来实现右侧的边栏 同样的东西我们也用pander来实现 好,这个呢就叫我们的绘画 好 那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加一些内容 好,这里我们还插一个pander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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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之后 看一下内容 好 那现在我们的三个区域就已经简单的实现好了 这个时候我们再把这个边框给去掉 ok 比较完善的三个区域了 看一下 这个呢就是我们最简单的一个聊天室的一个UI 当然我们可以再把它的一些样式给做一下处理 看起来让它更美观 那这呢我可以再建一个目录叫css 用来写什么呢 用来写我们自定义的一些样式 然后呢我把这个socket.io这个 这个gss放到哪去呢 我放到这个assist里面去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我们的一个 资源 因为不是我们自己写的 所以我们就把它放在上面 然后我们创建一个 appcs appcs appjs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引入资料 资源就有哪些呢 先把我们所有的资源文件先引入 然后呢 再是我们的 好 自己写的一些js 然后同样的样式的话也是先引入 第三方的 然后再引入我们自己的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这样子的话我们才会很容易的去覆盖 以前一些不必要的一些样式 当然 这个代码我们其实可以把它移走 你到哪去呢 你到我们的这个 appcs里面去 好 这个时候再来看一下 其实 效果是一样的 但是看起来的话 我们的这个代码就整洁多了 很清晰很清晰的一个 好 一个代码 好 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想让它 把整个这个UI给填满 那这个时候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需要把 这个高度给固定出来 其实这里我们会显示什么内容呢 这里其实我们要显示的内容 我们就只有一个叫 NIC 就是说 里称是什么 好 里称叫Jank 那其实它就只占这么高 然后呢 我们这个UserList 肯定会占很多高度的 所以说我们要把它称满 应该怎么来做 首先呢我们要考虑 把它设置为什么呢 百分百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设置百分百 我们要怎么做呢 首先把所有的内容全部 设置为百分百 这样是不行的 不可取的 这个高度的话 其实我们要拥有的高度 其实就是我们这个 可视的这样一个高度 这个高度怎么来获取呢 我们可以通过 这种做法来获取 好 看一下 有一个叫client height 这个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高度 当我们这边变化的时候 看一下 它就会跟着 进行一些变化 所以这个高度呢 其实我们就是可以拿来使用的 那这个时候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借助我们的一些 样式代码进行来处理 怎么处理呢 比如我们把它放在前面 好 这是标准的 这里面做什么呢 这里面我们就来监听一下 resize这样一个方法 这里面做什么事情呢 首先我们第一步 是要取到我们的client height 刚刚我们也写到了 client height 取到之后 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 取到之后 我们就要把这个的高度 我们就要根据它来设置我们的 user 这个list的一个高度 就是我们这个的高度 把它撑满整个 因为这上面的高度已经确定好了 所以我们只需要关注下面这块的高度 那这个时候要设置高度 一个怎么来做呢 很明显 我们需要给这个设置一个 可识别的一个样式 好 这个样式设置成什么呢 其实在这里 我们要设置它的一个样式 所以呢我们可以给它设置为 app user 不对 是这个 app user list body 稍微有一点长 这样子的话 识别的比较好识别 那这个时候代码里面 我们就应该怎么来写呢 找到这个元素 然后呢 设置它的高度 等于connect height 当然 这里有一个变量 需要把哪个地方给剪掉 这个呢我们就剪掉上面这个顶部这个位置 先简单看一下 看一点反应都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儿用的是class 可是实际上我们用锦号这个选择器是错的 看一下 现在也没有反应 什么问题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事件到底有没有执行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打个debug 然后呢 打开F12 好 其实看一下其实是执行的 好 我们接着先跟一下 看这边有没有问题 其实我们的collect height 已经看到的是有效的 那为什么我们这儿没拿到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 这个元素有没有找到 看一下 很明显是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没有拿到 导致了这样一个问题 那是什么原因导致它没有拿到这样呢 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这样一个元素 左边蓝 第二个 看一下 因为我们这边并没有生效 所以呢 这就导致它 这边也是没有生效的 好 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的一个原因 我们下一个视频